什么 可我提方 还本少爷亲自收工 包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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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糟了 包复你闯祸了 哎 你醒醒 是他 能拆手爸爸一辈子 谁一定不能进去 一辈子转的 还不够我一只表的那一头 可见农场在你手里 只会变成废墟 毫无奖 你 一股猪烧 拉出去 走 狗眼看人 你会到包里那 这包也来得真快 看得不错 今晚加餐 只要你放弃这块东西 我就放 好漂亮 你不认识我了 手 不舒服 包复 你该不会把它给创傻了吧 牧师集团总裁 固言失踪 农场收购改造计划 暂时搁置 喂 你知道你是谁吗 大志 大志 是我农场里的苦力 好像这样 那当然啦 姐姐棒棒 都是一副手 我傻了还这么讲究 赶紧去喂猪 好 喂猪 包复的水都闪干净了吗 啊 啊 啊 刷不完基本别想吃饭 姐姐头上有蚊帐 吴大致哈哈哈哈 这个黑心不言 连小孩都不放过我 特别是装的吧 想吃乖乖想吃乖乖 苏姐你叫傻子出事了 哈哈哈哈 他做起来说的真心话 买你的饭 西瓜就长在那树上 想吃自己扎去 看来他不是装的 我才不是啥子 你们家看演场的这么闲 开个玩笑嘛 真没意思 摔疼没有 姐姐没在那挂挂 这是在那花花 好看 做啥子 还脏死了 快去洗洗 姐姐一起洗 姐姐一起洗 你们俩的乖在想什么呢 哎好大的老鼠 你绝不碰 你放放放我下去 如果是我不碰 你准备 你准备 实在外部持续的话 我们得帮帮你啊 我就是都捏碎 也不卖给你们 我们要订婚了 记得来 前男友和闺女的婚礼 不是 拼着我的打胃口了 以前看你是个农场主 能跟我读书 才勉强跟你在一起 现在连农场都没了 还配得上我这个研究生吗 哎 你这个小猪怎么回事 你这个小猪 有些人的嘴脸 连猪都看不下去了 你不会还对视线念念不忘吧 所以 我男朋友可是故事总裁 比他高比他帅 关键还不吃软饭 你 好啊 那不明天会验 才能把你的故状带来 去就去 我能带谁去啊 我 谁都可以 就你不行 不然我把你藏起来的诗 就铁定曝光了 苏杰 有了 喜欢音乐还是美术 美术 喝酒还多喝茶 酒 他说的你给我寄牢了 阿远 到时候你的穿好看一点 然后 你们还不知道吧 我就会好闺蜜啊 可是故事集团继承员 顾炎的女朋友呢 真的吗 怎么是顾总员 好想见一见啊 雨童 顾总员呢 大家伙儿可都在等着呢 苏姐 我去不了啦 我从没听说过顾总 有什么女朋友 你该不会是 她不喜欢抱自己的私生活 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只有我知道 她平时有空就喜欢作画 还喜欢品酒 哈哈哈哈 众所周知啊 顾总弹了一首好钢琴 可是画画 听都没听说过 而且她父母 因为酒价叙事 所以她 滴酒不脏 真的假的 不过是她瞎说的吧 就算你欣赴我有 睡前这样优秀的老公 也不该照顾总的摇吧 再说了 她是女装养猪的 能高攀得起的吗 原来是养猪的 还假装什么顾总的女朋友 臭卖猪的真不要你 谁说她造谣的 这会脑脾气不让我来 看受欺负了 我的确喜欢画画 那是为了记录 雨童罪名的这个 至于品酒 雨童就是酒 看到她 我就醉了 我们这谁都没有接过顾总 你怎么证明你就是 你怀疑我没有问题 但以后你们想跟顾氏集团合作 那就 都是误会顾总 走 她不会是恢复记忆了吧 姐姐 但是比爱怨厉害吧 原来是装的 你告诉我的选项 为什么都是错的 姐姐消遣 我自己吃 让你耍我 你发什么神经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 他只是你捡回来的傻子 根本不是顾云 不是的 浪费食物可不好哦 快吃光 不然 珍珍珠 你有本事就冲我来 你 这一巴掌打你忘恩负义 这一巴掌打你转世成是美 这一巴掌 把你竟敢欺负我的人 你走 给我站住 顾炎 他不是故事写上金牌理事吗 他真的是 大致 你都对我温婚夫做了什么 大致你新衣服的 你们在干嘛 你都给我温婚夫穿的什么破衣服 谁让我过敏了 换姐姐 这些天你招过阿炎的保姆费 以后别再来打扰他 你 不好了小姐 车坏了 今天走不了 什么 那今晚只能住这了 谁允许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称孤顾炎受伤都对他做了什么 我还有追求你法律责任的权利 就一碗 走 包复 包复 我哪 走 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分数 这是在我家 臭大致 姐姐 你说真是什么呀 姐姐漂亮又可爱 跟他一样 吴大致 你个花心大萝卜 就知道你还惦记顾炎 一个破玩意儿还这么当宝贝 他肯定还送了你别的东西吧 关你什么事 我是他的未婚妻 他送的任何东西 我都有权打回去 我忍你好久了 放开我 炎 我好怕 不许欺负我媳妇 等于我姐姐 你现在眼里只有他对吧 好 我走 臭大致 臭顾炎 那是我家 要走也是他们走啊 放开我 把顾炎的印章交出来 我就放了你们 他不是你未婚夫吗 我本来就是因为故事 才跟他订婚 现在他变成傻子 事情就更好办了 只要 那张的 肯定在那村姑手里 我都有权利拿回去 实相的 就乖乖娇出来 我不知道在哪 就算我有 也不会给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你 把你舌头捡了 看你还怎么乱说话 女孩子还是温柔点好 你怎么会 老实点 我只是将计就计 你会做梦里的 大致你是我农场里的苦力 吴大致 大致 大致 沐原现在成傻子了 故事 快就是我的了 阿年不是这样的 你听我解释 真的你 耍我 很好玩是吧 我不是故意让让你当吴大致的 农场是我家 我不想你收购才会 而且你和那女的包机的搬死 我们扯平了 要不是你还抱负被绑架 会不会臭打臭招 知道真相 那你能不能不收购农场 我连印章都送你了 光举举只是一个农场 它在里面 所以 你愿意做顾太太吗 嗯 我们都曾经明白 也都曾经遗憾 错过爱 就难以再换 要害怕却坦白